我就说不能让00后接管动物世界吧 一个视频你耍我好几次 最近耍到网友维C动物园发布的视频介绍 巴布亚企鹅 声音是小时候动物世界的声音 但是味好像不太对 它在解说海报追逐企鹅的过程中间 制造了大量反转剧情 并且使用了诸多谐音梗 整个视频充满了搞笑元素 比如红色小鱼很好看 好看死了 这条小鱼才是主角 主角也死了 小鲨鱼谁也不怕的感觉 真的很酷 酷壁了 酷壁差点酷壁又没有酷壁的样子 真的是酷壁了 一招不慎满盘接书 两招不慎连书两盘 看的网友直呼 谁教你这么说话的 你简直是央视的声音老溜的嘴呀 甚至还有人调侃 很好解说员的精神状态 跟我一样颠 你好有病我好喜欢 有病的我不看 有大病的我得好好看 这炸裂的解说方式 放在解说界也是相当炸裂 要不怎么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动物世界 年轻人的动物世界 无心科普全是整活 小的时候就被硬控 长大了 还是划不走了吧